iPhone X上市两个礼拜咯 你还在犹豫该该换吗 是担心FaceID认不出你 还是那片刘海会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 又或者是烦恼 没有哄见 只有手势 不会操作呢 看完这集的秒懂曹科技 让你的疑惑通通一扫而空 刘海太长 看淘看冰会影响视线 那iPhone X看影片时 会不会觉得很碍眼呢 别担心 你完整呈现没问题 就算是追剧 也不用担心挡到帅气的欧巴 除非你把影片放大 刘海才会露出来哟 你常常觉得 敬重的自己 帅到认不出来吗 FaceID有时候也会认不得你 如果带了个面具 把脸遮住太多 连你妈都有可能认不出来了 更别说是FaceID了啦 如果你想在水中拍照 别忘了 红外线在水中会被干扰哦 FaceID就不能好好描绘 辨识你的脸啦 所以下水前 记得先开相机咯 iPhoneX的Home键消失啦 只剩下手势该怎么操作咧 跟着我们一起唱 游下网上刷一下 轻松就能回到家 滑到中间停一停 切换App真是行 底部左右滑一滑 这样切换超快的 左通知啊又控制 现在材质不算迟 只要记住这口诀 手势操作超简单啊 超简单 你心中的困惑都有答案了吗 有的话请按赞 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